首先准备鸡蛋凉水下锅煮10分钟 然后准备肉馅放入葱姜 放入一勺鸡精 一勺味精 再来点13香特别的提味 再放入生抽和蚝油 最后打两个公鸡蛋 用筷子搅拌均匀 鸡蛋煮熟以后 去皮改刀一分为二 然后将里面的鸡蛋黄掏出 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把它吃掉 然后将调好的肉馅团中球放入鸡蛋里 然后放入笼梯当中盖盖 蒸10分钟 老铁门我又出来要双鸡来了 动动你们发财的小手 给老弟点个小红筋吧 祝你们2021年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发财 感谢 点两千啊点两千 10分钟过后开锅 蒸好的鸡蛋汤汁倒入锅中 老抽调色 味儿精鸡精调味 放入水淀粉勾汁 最后浇在蒸好的鸡蛋上 鸡蛋在家你要像我这样做 哎呀妈呀太好吃了 最后还是那就话 您关注我 你做菜的时候才能找到我 感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